杭州萧山一幢独居特色的农村自建房火了 有人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一座现代风格的建筑出现在一片农村自建房中 十分醒目 这则视频目前已获得72万点赞 三万多条评论 不少网友表示很有艺术气息 2月11号 记者在杭州萧山瓜里镇如松村看到了这幢房子 三层整体为米白色 外墙采用的是白色石材 搭配大量落地玻璃 看起来简约时尚 现场院子大门紧闭 里面没有人 对面邻居说 房子主人是村里人 这栋房子建了好几年了 他们是看着房子一点点建起来的 当时没有撞完到是没有看出来 就是觉得应该是像我们这里一样的房子 这个房子他们造的是在海上的那种感觉 他们家底下的花花草草比较漂亮 因为你们这个是指导言语 咱们压力杀这个 给奥地装弹起来的 弄起来的杀 邻居说 房主在当地开场 家人在国外工作过 这两天不少人慕名来打卡 虽然房屋的造型得到了大伙的称赞 但记者联系上房主孔女士时 她说自己其实还不太满意 孔女士说 最开始建房是打算一家人都住进去的 当初设计的时候 她就不是很认可 不过儿子喜欢 您儿子他自己 他喜不喜欢这个房子 孔女士说 儿子之前在国外工作过 年轻人的审美和他们不太一样 记者看了一下 村里也有其他正在建造的自建房 欧式小洋房风格也很好看 记者没能联系上房屋的设计者 但请教了业内人士 他们对这种建筑风格怎么看呢 那么大家网上对于他的讨论 可能在于两个点 第一个就是说他的外观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功能实用性 那么实用性和外观 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是对屋主儿子对他自己审美的一个个性化的表达 那么现在的年轻人愿意把自己的审美带回到乡村 我觉得是一件挺让人高兴的一件事情 精通介绍现在越来越多的设计公司把目光转移到乡村 做了不少改善农居房的设计 既改善了村民的生活环境 也更好地表现出当地的文化特色 我们在进行乡村建设的时候 也会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比如说我们的富阳东子观新农村的建设 它同样采用了一个现代的手法 然后抽象化的表达 保留了一些地域化符号特征和元素 比如说这种曲线的这种污面 然后一些窗洞口包括院墙院落前后院 这样一种关系的保留 对于这种多元化的审美 以及地域化表达的一种尝试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种启发性的 孔女士说眼下正在想办法改造屋内 增加一些实用性 1818黄青眼记者报道